來 1 2 3 自效清眠力 防疫好給力 好 換邊 換邊喔 先做好喔 OK嗎 OK喔 OK喔 好來 自效清眠力 防疫好給力 動作不能太慢喔 好 現在還有大家有愛捆的嗎 沒有了齁 都OK了齁 好 唐振偉 你還有在喘嗎 OK喔 好 在進入我們的專題演講之前呢 再次提醒大家稍後的 Q&A 時間呢 我們演講貴賓會將現場的題目直接拿來回答 所以歡迎大家趕快拿起摩扎券 背面的 QR Code 掃描 進入我們 Slido 提問系統 留下你要提問的問題 待會唐振偉就會直接回答 好 換我喘一下 好 社會創新跟青年參與開放政府 是行政院目前積極推動的重要目標 當然 在疫情期間 大家都有拿到十名字的口罩對不對 還可以透過健保卡 直接到藥局來提領我們的口罩 都很重要 帶來便利跟安心 背後很重要的推手 大家應該就耳熟能響也都知道 歡迎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 好 好 Slido 已經開好了 Slido 是我們待會直接套你上去嗎 是 然後我們會拿iPad給您 來 我們這邊可以請坐 再次掌聲歡迎唐振偉 振偉要不要把口罩拿下來 因為我想您跟大家保持了非常安全的社交距 看出來1.5公尺 沒問題 接下來時間去交易 唐振偉 大家好 感動性能夠來這邊跟大家交流 那就像剛才講的 應該是靠大家掃螢幕上面的GR code 然後透過自己的手機來問我問題 不過剛剛主持人說會把iPad給我的 誰還沒有看到iPad 所以 好 我們馬上準備一下iPad給您 嗯 我也騙我的 好 寫報品先給您 謝謝 好 那 謝謝 看起來 沒有什麼作用的寫報品 OK 就當作裝飾 好 因為我並沒有準備什麼寫報 我是有自己的iPad沒有錯 但是通常都是以大家的發問來開始 所以像現在這樣子 就是我坐在台上 但是沒有辦法遙控寫報的情況 其實是我最不熟悉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先隨便來聊一聊 我最近就是有應邀到iPad 就是iPad就是iPad經合會 然後跟就是在馬來西亞的一些 商務的一些朋友啊 包含Facebook啊 或者新西班牙代表啊等等 來談就是台灣怎麼樣去做 我們叫open response and open recovery 就是我們回應這個病毒是靠開放的方式 當然大家都知道說我們沒有封城 那我們對於這個假訊息違反的方式 也沒有把任何言論這個從行政院 叫這個社區媒體下架 所以可以說在一個沒有lockdown 也沒有take down的這個情況下 我們還是透過開放式回應 即時回應這樣子的力量 去讓我們的不管是 其他訊息的這種心靈的病毒也好 或者是身體的病毒也好 得到了一些防止 那可是呢我覺得在這裡面青年的力量 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相機不可或缺的 像大家可能知道 我們為什麼會知道SARS 2.0這個release 為什麼我們會知道病毒又來了 就是因為在去年12月的時候 有一位很年輕的醫師 那我們只知道他的PTT的賬號 叫做NorHai 那這位醫師呢 他就是在PTT的發話台上面呢 投了一個就是李文亮醫師的 在他們那邊的國泰的訊息嘛 所以華南海鮮市場有7個SARS案例嘛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沒有這位朋友的一切 沒有這位朋友的這個貢獻的話 那我們也不太可能 我們在1月1號就開始 就是武漢國來台反擊的反擊檢查 所以非常感謝這位朋友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一開始扣照實名制的時候 其實我們並沒有扣照地圖這個概念 這個也是另外一位很年輕的朋友 台南的吳張偉 那他有一天就是看到LINE上面 都已經被他的親朋好友說 這裡有口罩 這裡沒口罩 等等有點習慣 他就想說 那不如大家來共享一個地圖 那後來當然我就把他這個idea 拿給院長看 然後院長就說 那我們應該要盡可能的支持這些朋友 當然後來出現了一百多種不同的版本 而就連我們對外的這個溝通 所謂台灣Can't Help這個概念 事實上也是青年朋友提出的 各位可能還認識其中的一些朋友 好比想說像聂詠正啊 或者阿滴啊 或者林祖儀啊 等等這些朋友 他們聚在一起 透過群眾募資的方式 成立了台灣Can't Help.us 那就在這個網站上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用珍保快利通 我們去捐獻出去 給其他國家的人道援助的 每一位的這個善行人士的大名 如果你就是願意這個 揭露人的名字的話 那就可以直接看到 你貢獻了多少片口罩 那包含我們當時的副總統 陳建仁陳老師 他所錄的就是給全世界人看的 這種防疫的課程啊 或者是我們怎麼樣子去 因應的每一個部分 叫台灣Model等等 都是由這些年輕朋友們 自發的去提供給全世界 所以確實就是從國際上面看起來 我們在至少防疫的這一段過程 就是今年嘛 我們在整個印太地區 作為一個Middle Power 大家之所以尊重我們 大概不一定是因為政府做了什麼 而是因為大家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在一個開放的 一個民主體制裡面 裡面的防疫 裡面還不會影響到 民主或者是人權 或者是我們的經濟的發展 那所以這就是 我其實剛剛講這麼一堆 只是想要讓大家有提問題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真的看到有問題了 我們就從這個大家的問題開始 那要記得就是幫彼此的問題按讚 那目前就31個問題了 那我們標定是到2點45 所以稍微處理一下 好我盡力啊 大家不保證哪個都可以回答我 有五位朋友們問說 台灣與世界 最近幾年經濟跟科技的主要突破 比如什麼大學的一個方向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從線性的經濟 變成循環的經濟 尤其是這次疫情之後 我們傳統上 剛才主持人說 個人跟個人之間的競爭力 變成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在我們的教學裡面 我們更注重的是 團體跟團體之間的競爭力 也就是制度跟制度之間的競爭力 而不再是個人跟個人的競爭 因為就算你就是 比起其他人 個人上面獲得了許多 但是如果這個團體 這個制度它沒有resolence 沒有這種回彈力 沒有康復力的話 那其實就是疫情以來 這種未知的狀況以來 其實什麼都是虛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看到說 個人跟個人之間這種 所謂的status team 就是在IG上面 或者是在這些其他的社群媒體上面 在這個COVID之前 確實是有一種好像炫耀 或者是說覺得自己的status 就是地位財等等的 這些賣弄等等的部分 但是就是在全世界都一起遭遇到 這樣子一種空前的大的災難的時候 這些都顯得不合適應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在全世界的青年朋友 現在對於永續發展 以及對於循環經濟的態度 就是說當我們登出這個世界的時候 這個世界要比我們登入的時候好 這樣子一種共同的價值 變成我們現在發展經濟的一個主要的概念 那當然呢就是在這裡面 也還是有非常多科學跟技術可以貢獻的部分 台灣我們的自然科學 我們的工業產業研發的技術 那個當然是沒有話說 好比像說我現在穿的這個衣服 就是由方國會所提供的這個布料 叫咖啡紗 那它本身就是應該大概12瓶 左右的回收的飽特瓶 然後以及大家喝完咖啡 可能五六杯咖啡的咖啡渣 那加在一起就變成這樣一種 機能性的布料 不但保暖 而且還可以自我清潔 都不需要放到洗衣機去寫 不用干洗 它會自己有這個出臭等等的功能 那這一部分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呢不是只有自然科學 我們工業的技術 才是科技 社會科學 跟我們發展社會組織的技術 也是科技 是社會的科技 社會的創新 舉例來說 像在我的手機上面 有這樣子一個up 叫做縫茶 大家可能有聽過縫茶這個概念 這個是台灣很悠久的文化 在門口的可能一個大的樹下 常常會有朋友們拿這個 一個很大的茶壺 任何路過的旅人 不需要驚擾到這個店家 他可以自己就是 倒茶皆可 那縫茶上的一個意象呢 最近就在我們的總統 北黑客松裡面 我們這個活動 就是每年總統會頒獎 給五個社會創新的團隊 感謝他們在就是三個月的期間裡面 發明了一種新的 把社會組織 建立的一種方法 然後呢我們承諾 會在接下來十二個月裡面 把他的想法 變成我們的施政的一部分 就是用總統的這個新政權 作為黑客松的獎品 那就有一個得獎的團隊 他就叫做鳳茶 那做的事情呢 如果大家有看過寶可夢購的話 就是精靈寶可夢 就是這樣子一個安裝之後 旁邊會出現很多道館 不是道館啦 就是能夠鳳茶的地方 那你只要拿著你的水壺去 你就可以去看 它到底是有冷的 熱的 冰的 溫的等等的這些水 那你把水壺裝滿之後 就可以打開 打開之後就可以獲得金幣 而且還可以在底下 開始討論水的味道啊 什麼之類的啊 那總之呢 就是它變成一個 大家都覺得很有意思 然後出門在外 也不需要覺得一渴 就一定要去買一瓶寶特瓶 而是說 就可以透過不斷為水壺 注水的這個過程 去更認識當地的這些文物啊 這些好像大道城 等等的任務啊 你可以去打卡解鎖等等 那這些這個銀幣金幣 可以換成什麼呢 就是可以換成當地的 然後比較像格外農品的果醬啊 沖了水之後又變成果茶啊 等等的這些 在地的一些 做地方創生 做文室工作 等我們這些特色店家 就因為加入這個風茶的網絡 就可以讓更多人 願意去給他們 就是風茶 然後去看到他們的故事啊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是把一個文化的概念 透過app 重新組織起來 然後讓年輕一輩 也可以投入這樣子的行動 而且你一打開這個app 就可以看到說已經有一萬多人 多少人成為風茶的大使 而且加在一起 減少了多少瓶 保特瓶 那這個對於循環經濟 當然是非常非常的有幫助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 好玩的這個部分 因為以前就是每次要做社會倡議啊 環境倡議啊等等 往往都會有一種 好像很悲情的路線啊 那當然這個還是很有用啊 好比像說要救救海龜啊 海龜不小心遲到習慣啊 什麼之類的 這個還是非常有用 但是我們現在呢 慢慢也開始有一種 歡樂的路線出線 所以大家是靠著好像是 出門交遊 然後結交新朋友等等的方式 讓雄痕經濟 變成一個很fashion 或者很酷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樣子一種 社會的科學 社會組織起來的技術 我覺得也是在未來幾年 特別是在全世界現在 在解決共同議題上面 我們在解決未來的共同議題 像切禍變遷等等的時候 這些都會是非常好用的 那下一個問題 有11位朋友們會說 想請問唐宏委員說 疫情時代讓我們見證了 機器人的重要性 這當然也顯現出科技的重要 想問說 在機器人相關領域裡面 有ROS相關的技術 確實 我在巴塞隆納的那一台 機器分身叫做 Galatia Galatia就是用ROS做的 那但是 這位朋友說 但是在台灣 這個玩ROS的人不太多 可不可以有 就是相關的平台跟技術啊 有國家支援放在這邊 當然就是說 我們Maker的教育 我們當然是希望 用各種各樣的技術都可以 不管是Arduino Raspberry Pi 到比較sophisticated 一些工業機器人的技術 我想都是有非常多的Maker space 在支援的 那我會自己感覺說 為什麼當時我去 馬德利 一開始去馬德利的時候 用了ROS呢 就是因為當地的那個社群 本來就已經有做 好比像說 像掃地機器人啊等等 這種室內的運用 和機器人的這種經驗 所以但對他們來講 他們是在上面去架了 這樣子一個 就是看起來也是 蠻殘身的這樣一個人偶 然後呢 把一個360度的攝影機 放在上面 然後再加上我的一個臉 那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沒有辦法去 西藍牙的時候 我可以透過這樣子 一個遠距機器人 去跟他們當地的這些學生 互動 所以我等於還是一個 講師的一個角色 那Galatia這個名字呢 其實是神話裡面 叫做比馬龍 的這樣子一個 應該是雕刻師吧 然後他雕像 那他期待這個雕像 變成一個人 那天神聽到他的期待 這個雕像就活了起來 就變成了一個人 那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 就是後來後世 叫做比馬龍效應 就是說 當你覺得說 這個走開走去的機器人 看起來就好像你的老師一樣 那這個時候 我跟他的互動 就會變得比較自然 而又因為我是360度的 這個鏡頭架子那邊 所以我在台北呢 我就可以直接戴上 第二眼鏡 就有一個好像 就我這個人已經 到了馬德里的那種感覺 我這樣子跟他們 相處了一陣子 經過七天之後呢 那是在2016年的時候 我就實際飛到馬德里 那我飛過去的時候呢 他們就覺得說 我好像忽然 從一個細做的身體啊 變成一個看作的身體 但是呢 這個人格是連續的 就是說我還記得 他們上次在演講的時候 跟我講什麼等等 那可能也是因為 他們那邊 無障礙空間的設計 做得很好 所以呢他們那邊 有一個議員叫Pablo Stolto 那他本身是做文移 所以基本上 他能夠到的地方 我那台機器人也可以到 因為他是用論字驅動的 我還有跟Pablo 在台上直接對談等等 所以我會覺得說 重點還是要找到 一個應用的場景 這個應用的場景 如果大家覺得說 我們附身在一個機器人上面 去就是巡迴啊 去教學啊 去 比如說我帶著大家 逛工男院啊 也使用同樣的 機器人的技術 或者接下來說不定 大港開場啊 都可以用類似的 技術來進行 大家看到 比較多可用的場景 那自然對於 這樣子一條系統 就會感到好奇 而且會願意去學習 所以還是要先去問說 不是你要怎麼把人 帶到這個技術來 還是怎麼樣把這些技術 帶到大家的眼前 帶到大家看得見的場景 那有13位朋友們問說 那這次的疫情裡面 受影響最嚴重的 大概就是觀光旅遊的產業 包括航空跟郵輪 那後疫情時代 是不是保持樂觀 以及怎麼樣能夠復蘇 或者回到過去的榮景 那舊途觀光器 到底有沒有未來呢 那會這個給我們 怎麼樣子的建議 我想這是很多觀光系同學 現在這個 花很多時間想的一個問題 我想先這樣子講 就是說其實 常常未來是已經來了 但其實還沒有均勻的分布而已 就像我是在2016年的時候 就已經提出說 這個遠距VR的工作等等 但是當時在行政院裡面 它擴散的速度 確實沒有很快 直到今年疫情一出現 大家發現說 遠距辦公這個真的是很有必要 甚至是說我們之前 都會派人去查查 對不對 但是現在當然疫情也不太可能了 所以附身在機器人上 甚至外交談判 都是一個人類代表 帶著很多個機器人提升 等等這樣的做法 現在我們都已經變成 就是國際上面理所當然的事情 所以你說等到疫情完全過去 我們不會再回到以前那種 就是大規模團進團出啊 等等的這種 就是exhibition的 這樣子的經濟呢 可能是不會 可能是不會 因為大家發現說 我們透過線上 在知識的交流上面 以及透過VR 在操作性的 知識的傳授上面 說不定都還是比 就是搭飛機 或者是搭這些其他 的照動工具 更方便 像我自己調時差很慢 所以我以前就是盡量 多個大飛機 而是台機器人 並不是真的因為說他很酷炫 而是說這樣子的話 我能夠工作時間比較多 不用花很多時間去調時差 那後來當然 我們又多了一個理由 就是說這樣子 他的減碳的成效 比較好 我有參加過一個 虛擬島過線上高峰會 那時候因為是島 不是國啦 虛擬諸島群島高峰會 所以這個台灣本島 一個代表 紅湖也有一個代表 那個很有意思 那但是他們的特色 就是說從頭到尾 是純虛擬的 完全沒有去造成 任何燃氧化碳的上升 因為有很多島 我對他們來講 這個是他們非常非常重要 實際上是最重要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會覺得說 觀光啊 遊戚啊 等等這些活動 當然我們現在在台灣 我們自己看到國裡 就是在台灣的各個島之間 以及在奔島的各個 就是不同的區域之間 我們看到還是相當的興盛 大家把就是本來要去沖繩 或其他地方的能量 統統的拿來 就是在我們島內 自己旅行 那但是即使是未來 這個重新開放之後 我有跟沖繩的他們的 應該是知識 就類似市長吧 有討論說 其實很需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讓大家即使在台灣 或即使不在沖繩 還是可以體會得到沖繩的風氣 還是可以直接 跟沖繩當地的朋友互動 那這裡面就是要透過 我們叫做擴增視鏡 augmented reality 或extended reality XR這樣子的技術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會蠻建議 就是觀光科系相關的朋友 多了解一下我們現在的XR技術 它已經不是以前 就是第一代的 不同 你用HTC VICE 還需要加一個tracker 還需要用專門的控制器 然後那個SA還很重 然後帶了 還有時候那條線的那個長度 所拘束 我講的好像很古老 跟那才三四年前的狀況 現在是已經非常的先進 就是基本上不需要控制器 完全用手勢就可以控制 而且它因為內建5G 你也不太需要光線 或者是無線網路 你到哪裡 只要5G型號 大概它也就差不多 那而且在整體裡面 基本上所有的互動 都是很自然的 直接用手勢 就可以跟對方互動 因為5G的特性 就是它是低延遲 是嗎 任何時候你一點頭 對方感覺到你在點頭 他就知道你在點這句話的頭 不是上一句話的頭 等等 所以這種共同在場的體驗 雖然是說 我們5G才剛開台 沒有幾個月 但是確實已經發生了 那它也不是很困難 你就用Exam Space 等等的方式 可以很容易地體驗到 那像我自己 就有跟紐約的藝術家 歐洲的藝術家等等 一起去進行一個藝術創作 但我們創作的時候 我們全程 都是漂浮在瑞士的那個 馬克洪峰上面 有點像華山論劍這樣子 那就有一個 就是一面觀光休閒 但是一面又做藝術創作 這樣子的感覺 那怎麼樣去營造 像是一種Hospitality Hospitality這個概念 到底在這種 獲得的事情裡面 要怎麼樣子 讓它重新展現出它的意義 這個就是 互動設計的這個工作了 這個我覺得也是 大家可以花一些時間去想的 那這樣的話 等到你又有一些 面對面的可能性的時候 這些朋友就不是 好像來走馬看花 而是他已經在Exam Space 或者其他的虚拟事情裡面 已經體驗過 你這邊的一些事情 然後他來這邊其實是帶著 想要共同創作的想法 想要跟你一邊 可以進一步深入了解想法 總之它就是Relational 是一段長時間的關係 就不是Transactional 或是走馬看花而已 那這一部分 我想也是以後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就是大家會 越來越希望說 長期的人跟人之間的 這樣子的關係 那有17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那未來10年 每個發展的人才 需要具備哪些重要的能力 這個我們是 因為我也是 12年補教課綱的課法會委員 這個我們倒是 有很認真的討論過 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在課法會 在這一次 108新課綱的做法裡面 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在課法裡面 沒有辦法預測說 10年之後 或12年之後的世界 到底是否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與其做一個 好像剛性的課綱 就是國一邊一管 什麼都懂 那個實在已經沒有了 我們現在是一個 柔性的課綱 就是要讓每一個學校 自己發展出 它自己的加深加廣 自己的特色 校定必修 校定選修 以及各校時間的系統等等 那如果連 國高中都是這樣 那大學當然更是這樣子 也就是 痴心陽彩這個概念 就是希望說 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那絕大部分的學習者 其實是由你們來告訴我們說 世界以往哪個方向發展 那在這邊最重要的 就是三個 自發 互動 共好 這個大家 大概都會背吧 但是我就很快速的 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三個能力 才是最核心的能力 核心呢 我們把它叫做核心素養的 這個程度 所謂的自發 就是說 我們在看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會有一種 好像一定有一個標準答案 我等著別人來告訴我 標準答案 絕大部分行星的狀況 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而且也沒有 單一學們就可以解決 因為如果單一學們 就可以解決呢 早就已經解決了 大部分我們面臨到事情 就像COVID一樣 他必須要融合 大概十幾個 不同學們的朋友 才能夠對他 甚至基本的了解 跟基本的處置 所以自己在裡面去找到 從你自己的生命經驗觸犯 你想要從哪個角度去切入 這個沒有人能夠幫助你 這就 你必須要自己先去想說 你對什麼有興趣 你對什麼事情 是讓你聽到 覺得眼睛明亮 就好像 就是晚上在夜空上面 很多的星座嘛 那你如果 不先自己找到一個方向的話 那其實 你就會看到的 都是大家已經有的星座 比方說 每個人會認識自己出生的那個星座 可能認識比較多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方向的話 那個方向旁邊的星星 其實可以結合成一個新的星座 就是你感興趣的那個方向 所謂的Project-based learning 就是這個意思 那互動呢 就是說在你往這個方向的時候 第一個你就不再受個人 跟個人的競爭力所限制 因為你轉身 覺得我要接這個題目 那這樣就贏在起跑點上 因為你的同學 沒有人在接這個方向的題目 那第二部分就是 開始要想辦法 推坑你的同學 或者是你認識 這一路上認識到的人 透過互動的方式 讓我們可以跨領域的 跨時代的 跨地域的 一起去看到說 這問題是很解決 那我們大家就一起來解決它 所以這種互動的做法 也是非常重要 那最後就是 共好的素養 就是不是把 就是對方當成工具 或者是工具人 而是去認識到說 對方在他的網上看起來 可能有一些價值 是重要的 我們的成長的環境裡面 別的東西是重要的 那怎麼透過對話 或是對決 透過對話去找到 對他共同重要的 好比想說 永續啊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這個就是共好的素養 那只要有這三個 不管世界怎麼樣改變 大概都可以很快的 組隊打開 然後一起看到說 在這個新興的狀況裡面 我的手背位置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樣 跟彼此一起去 把事業前的問題去解決掉 有二十位朋友問了一個 非常實際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是大學四年級的學生 在疫情的情況之下 我會選擇繼續讀研究所 那這個要花兩年 但是未來出社會 薪水會多幾千塊 不過幾千塊 也不知道有沒有用 這次都是問題的圓區 都是我的comment 然後還是出國交換 那當然出國 現在可能有些染疫的風險 還是去實習工作 請期不好 大學生如果沒有實習 出社會可能是沒有人要 實習的薪水比政治少 這個是非常practical的這個問題 我想我一定會選擇去報名那個T大學 那這個是就是最近中小企業處 就是把我弄成一隻機器毛 那個叫妙峰的一個廣告 上他所推薦的這樣一個方案 那他的網站在3p.org.tw 他其實是把研究 把實習 把業界體驗 然後跟拿國際症状 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小孩才做選擇 提大師全部都要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一旦報名提大師之後 他就是一段大概半年左右的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其實是有一點參考的 我自己的辦公室每年在2016年開始 已經連續四年都會有30名左右的 就是大專的實習生 那這些實習生來我們的中央就是行政院 其實兩個多月的時間到底能夠做什麼呢 那我們一開始是做一個很基本的事情 就是缺乏所有工部門的網站 不是只有在IE能用 在別的瀏覽企業能用 這個就花了我們第一年的時間 不過這個還蠻有社會影響力的 那第二個呢是缺乏工部門的這些網站 不是只有在寬的螢幕上可以用 到窄的螢幕就是手機上就變成橫向卷洞 這個好像也有一點用 但是呢在前兩年這個大體的工作 發生了之後 其實我們就觀察到 我們的這些公務員對青年朋友們 開始看法開始轉變 不會覺得說都是來挑毛病的 不會覺得說都是報名 而是說覺得說是這個來報名 對來報名想要帶著禮物來 想要改起行JavaScript 改起行HTML 改起行CSS 就可以把本來的就是 只有少部分人能夠用的這些網站 現在絕對是少部分人 那變成大家都可以去 好好使用的數位體驗 所以在迎娶了這個前兩年之後 公務員的新任之後 我們在第三年跟第四年 野心就比較大了 就變成是說 那學生看不順眼什麼網站 他就可以指定說 那我要開始訪問這些網站 目前的使用者一起去 我們叫做集思廣益 把大家的想法集結起來 找到一個更能夠達到這些 廣東加之的體驗的方法 到底想說一站式的登山的網站 就是靠我們這些 建行CSS方向 然後做出來的以前 登山的時候 都必須要去可能國家公園 或者是入山鎮 或等等 就是三四個不同的網站 分別的報名 有的要抽筋 有的要排隊等等 非常的複雜 如果你是外國人還要傳證 那但是就是在這些 大專人朋友們的重新想像之下 現在大家只要到 海.台灣.GOV.TW 就可以一次完成 全部相關的這些活動 那當然 後來這個概念 也應用在我們的 海域一戰式的 油漆的品牌 Ocean.台灣.GOV.TW 所以 上山之景 上海之景 都有這些 青年朋友們的貢獻 那所以 現在呢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把時間再加長一點 大概到六個月左右 那不一定是要翻船公戶們 有一些 我們的在地的做社會創新的朋友 有一些傳統產業 正在面臨到說 他不得不引入 像剛剛講到的機器人啊 物局啊 或者數位行銷啊 等等這些題目 但在他們自己的產業內部呢 可能沒有人用這種 就是我們citizen century 以市民為中心 以公民為中心的這種眼光 去帶著他們接到最新的這些 技術來 那所以呢 這些T大使呢 就是各位啦 如果各位去報名的話 那當然不只是說 這 就是六五個月左右的 實習 包含課程 包含這些東西的 完全是免費 那而且 就是你如果願意 就是留下來 然後幫忙翻轉 在夜市的帶領之下 就像我們一樣 一個小隊 一起翻轉 某一個特定的 一個產業 或一個特定的社區的話 那當然還有 大概十萬零八千塊 好像的學習降低金 那這個不是一次性的題目 就像我們的RAID計劃 實習計劃一樣 這個也會連續舉辦四年 那所以我們目前已經收到 一千多 可能快要兩千封履歷了 那反正我們會盡可能的 就是讓所有願意投入 T大使的朋友 都找得到 就是能夠同時做到實習 找到國際徵兆 而且呢 在這裡面 也能夠有一些自己覺得 比較fulfilling的 這些研究成果 的這個方向 所以就是 剛好他也是 大肆地迎接畢業生 跟剛畢業兩年左右的朋友 才是 就是我們這個計劃的目標 所以就是你了 那就歡迎報名我們的T大使 聽說您需要補充一下能量 有嗎 所以我們特別準備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也可以馬上開放 給現場的同學提問 然後除了slider上面的一些問題 所以呢 我們也可以直接現場開放 然後呢 今天現場提問 我們還有小禮品 可以送給大家 那以大家舉個手 然後我們工作人員 可以把MIT到你身邊 好 政委 我們先輕鬆一點跟同學聊天 您先用個水 跟小點心 有嗎 好這邊有 我們的六千八 後面有位穿白色T恤的同學 麻煩工作人員幫我們遞一下MIT 謝謝 不要客氣 手舉高一點 待會兒我獎品就是你了 好請我們工作人員遞一下MIT 有看到嗎 來 趕快 好 待會兒我們先來看第二位同學 有沒有誰要提問 好 這是你稍等一下 我們先請第一位同學先提問 你可以自我介紹一下 哪一間學校的同學 跟哪一個科系 我是北科大電視學院的一個同學 是 然後就是 唐鳳文有想請教一下 就是 您認為大學四年期間 在他有主場前需要準備 需要具備成像能力 然後大學四年應該要如何充實自己 就這樣 謝謝 鄭文人要一個一個回答還是我們搜集幾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比較簡短 我們就快萬快答 沒問題就快萬快答 對 我覺得 這個問題是任何要進大學的人要先想好的 就是 你到底要大學給你什麼 大學是一分資源 如果沒有想好這個問題的話 像我 就是我當時覺得說 那我直接貢獻社會就可以了 那你就不需要唸大學 所以 對我來講 如果是 在唸大學前 這個問題 就是 目前感覺上 好像 都在被答得出來的朋友們 尤其是高中朋友們 那我有兩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個是很快18歲就成年了 所以 就是不管你的家長 是不是要你馬上去唸大學 我建議是先不要 那就是先去 去我們不管是交換啊 時期啊 剛剛講到的這些program裡面 先多花一些時間 去看看說你的興趣到底是什麼 或者是 你認識到大學 到底能夠給你什麼 那第二個是說 就算是到了大學裡面 也多參加我們高教生 包括 Ustart USR等等的這些計劃 那這樣子的話 你即使是在大一或者大二 也可以立刻就是 學到什麼 就直接用在你的社區上 那自然你的這個社區 就會引導你去 就是學到有所貢獻的地方 那如果大學的四年都是在 就是研究自己的題目 那但是並沒有跟社會 或者環境 或者國際 有所連結的話 那到大四的時候也不會 因此更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謝謝 好 另一位同學 訪問我原理好 我是北大財政的同學 然後這邊我想 請問一下 就是 您剛剛有提到說 您是 十二年國教的參與人之一 然後同時 也是108克剛的參與人之一 然後 我這邊想問一下 有關108克剛的問題 就是 您剛剛提到 108克剛的三個素養 我 我雖然認為是 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個 假設 但是 實際上在 在執行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很多的同學 對於108克剛所 108克剛所要做的事情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需要 應該說就需要做的事情 他們有些 附和不了 然後甚至 就是 之前還有發起說 要廢掉 就是 要廢掉那個 學習地層 對 學習地層檔案 那我想請問 這部分就是 在 政府想要 想要 執行一個好的計畫的時候 但是 底下的 底下的學生 或底下的 下面的人 卻是 有點 執行上的困難 然後還有一些 狀況的時候 那這部分的話 要怎麼去 經驗怎麼去改變 非常好的問題 簡單來講 就是 開門造句 然後 你請你來 大概就是8個字 開門造句的意思就是 這一次的 新科剛試聽的過程 包含課程會裡面的 學生代表 家長代表等等 可以說是 就是 融合了大家 現場的經驗 最多的一次 那大家最常告訴我們 就是說確實 大考中心非常容易改 我們的課剛的那個文字 很容易改 可是呢 老師的教學的習慣 教材教法 然後你其實最重要的家長 對學校的期待啊等等 這個就沒有那麼容易改 這是要花時間的 所以我們才是 逐年的去推進 我們這一次的新科 都要花六年 才會推進完 因為他從小儀過儀高儀 開始實行嘛 那所以我們就是希望 做小兒過兒高兒的朋友 透過就是 共同備課啊 觀課啊等等這些 這些方式去結合成這種 功倍社群 去讓這些 老師們知道說 那我們按照 新科剛的概念 教學到底是 什麼意思 那這個確實是要 就是蠻多的時間 才能夠彼此互相習慣 那這是第一個就是 那第二個也是 要靠大家參與 後面要學習里程 很多朋友們覺得說 學習里程雖然說 他到升學 或者是未來就業的時候 我們現在升學是 50%或以上 要採集學習里程嘛 那在班上面的排名 理論上是應該完全不重要才對 但是在大學段 還沒有真的第一批 新科剛的學生來的時候 很多人很難想像 這樣子 到底是怎麼樣子的 考照的路徑 所以確實就會造成 就是大家會有一種 不安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 像大家聯署起來 然後願意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可以去邀這 五千位朋友 然後進入我們的 不是說會炒的 就有糖吃了 但是會炒的就進廚房 可以一起炒糖吃 從口部的炒 變成火部的炒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才可以把那個 學習里程的體驗 設計成真的是 呼應大家的需求 又不用浪費大家很多時間 只是在那邊 什麼壓縮檔案 改革式啊 什麼之類的 因為它的目的 事實上是讓你的 就是自己就是求學 找到什麼 使你感興趣的路徑 等這個過程 很自然的就可以 保留下來 然後變成大家 對話的一個基礎 而不是說大家 好像要專門去補習 去補 怎麼樣子去製作 學習里程 那我們也了解到 現在實務上面 確實有你剛剛講的 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是 我們叫 就是現在最慘的 就是第一批的這些朋友們 那應該是他們 來引導我們 來引導我們說 那我們未來這個 學習里程的體驗 應該要改成怎麼樣 所以這個以為了解決 國教部署的那個 開放政府聯絡人啊等等 已經有跟這個 提案的朋友們接觸 那未來也會用 共創的方式 一起來調整這個體驗 但是基本上就是 因為就是課法會是大家的 每個學校的課法會 也是大家的 所以到最後就是 你心裡來吧 你想到什麼更好的方式的話 透過你的課法會 或者透過學生代表 或透過我們青年諮詢委員 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就好像那個 就是服裝儀容的那個要點一樣 就是在大家 開始倡議之後 實際上變成我們 比較新的版本的要點 其實你看中間 只花了幾個月的時間 謝謝 現在還有很多同學想提問對不對 我們這一階段先稍微評一下 待會兒給大家 繼續在現場提問 接下來時間我們繼續 找給唐振偉 看我們slider上面的問題 有很多要回答 OK 對目前59個 但已經回答不完了 不過我們一個都會看過 有20位朋友們問說 某個新聞台立場迫於明顯 那應該如何讓他們保持新聞中立 有沒有什麼改善他們的相關政策 我沒有提到那時候 我們就是實習生 我們第三屆 Rate第三屆 是第一次去年他們可以自己選 他們要改什麼網站 那在去年那個蠻特殊的情況下 最多實習生想要改的網站 就是在NCC檢舉電視台的那個網站 他們覺得那個檢舉的流程不是很好用嗎 所以這確實是反映 就是當下的一個情況 不過我是想要鼓勵大家 就是應該是蠻乎很 曾經講過一句話說 Don't hate media B的media 不要恨媒體 自己當媒體 因為現在就是我們冠品是人權 任何地方都自覺都吃到飽 那大家手上的手機 其實都常常已經不輸 我們專業這個電視台工作者的 就是畫面 就是攝影的設備 當然收音設備還是差很多 Anyway 這就是重點 重點是說 就是大家都已經有製作新聞的能力 那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媒體 在座很多人 說不定instagram上面的follow人 不比我少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一個 進行工作者 進行工作者跟一般就是 只是寫字的人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為什麼我們寫一些字是 我們叫個人心情抒發 或者乾脆叫廢文 那但是就是有些人寫出來的 是可以叫做新聞 那就是因為他中間對自己有要求 就是新聞工作者的自律 那這個自律的要求 當然也包含他律 就是這個新聞工作社群 對彼此的要求 就包含說 好比像說 講事情要有名有句 你可以保護你的消息來源 可是你不能不查證 查證的方式有哪些 要怎麼樣做平衡等等 那這些都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是建立你的 就是寫出來的東西 或者是抬出來的東西 真正能夠促進社會 對某個事情的理解 而不是只是 就是好像你聽了 隨便誰的看法 就放大他的看法而已 那這些事情呢 泛成媒體素養嘛 我們現在當然有一個媒體素養 中間教育的這個 學習資源網 大家可以多參考 那好比像說 在我們的總統大選前 就有一些新媒體 跟既有的媒體的朋友們 聯合起來 然後找很多的同學 一起幫忙 去把我們總統候選人的 所有的政見發表 跟所有辯論裡面 每個人講的每一句話 都達成主自搞 那裡面屬於客觀 而不是他們個人 感受處罰的部分 都跳出來 那跳出來之後呢 就會主意的去查證 所以大家去到總統候選人查核計劃吧 就會看到有很多朋友 不管是貢獻主自搞 貢獻查證 貢獻他的各種各樣的argument 到底這個算是實施錯誤 還是他的個人詮釋等等 有非常多的學習 那只要你參與過這種newsroom 就是這種新聞直播流程 那接下來你就會了解到說 媒體是怎麼樣的運用 才可以一方面 又有社會的影響力 但是二方面 又是對社會是正向的 就是是prosocial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就會比較覺得說 你被這個社群所接納 所支持 那這樣子即使是說 那你在未來 你在講的東西不popular 或者是說你要跟 就是當權者 就是挑戰當權者的一些政策等等 那你都會覺得說 有整個新聞工作者的社群 在你的旁邊是你的朋友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自律 就是在這個自律裡面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不錯的標準 那直播出來的東西 它是有說服力 而且經得起查證的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自然它就會改善 特定的媒體就是 如果他對自己沒有這樣子的自律 變成是說網路上的隨便 一個匿名的帶風向的什麼 他就當作是真的 然後他主張他事實差何有做啊 但是只花了什麼0.3秒 還是3秒鐘做 那這樣子當然我們就知道說 他好像有跳過中間自律的這個程序 那如果大家都覺得說 有做到這個自律的才算是新聞媒體 沒有做到這個 沒有辦法主張是在做新聞 那只有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才能夠去就是 raise the bar 就是去讓大家看到說 那你如果要做新聞的話 不得不 就是有這樣子的立場沒有問題 但是不能夠有就是中間那種 破壞新聞自律的bias 那這邊有17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請問在疫情後時代 有很多人轉向公職 就是我們的公務員公共服務 那求穩定的一個工作 那贊同嗎 或者是不贊同嗎 或者是有什麼想法 那當然就是願意做公共服務 我是很感謝啊 我一直覺得說 不管是在社會部門 就是像NPO啊 或者是合作經濟啊 或者是我們現在很多 做社會企業的朋友 或者是我們的公部門 就是我們是要服務大家嗎 服務任何不特定人的朋友 那比起經濟部門就是 俗稱的四部門來講 其實是一樣重要的 是好像一個意思 要至少三至少才能平衡 所以人才過度集中到特定的部門 可能都不是好事 最好是說你有在這三個部門中間 跨部門共同以及流動的這種能力 所以現在也不是說 你加入公部門之後 之後就不能再到社會部門 或者再到經濟部門來服務 甚至有很多公部門的朋友 他本身也瞬間一些別的社會部門的這些職位 這個也是很常見的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要保持這種跨部門的感覺 不是覺得說 你到了公部門服務之後 你好像就見了一個什麼 壓門一樣 然後就是喪失這個社會的連帶感 其實下的班大家都還是公民 尤其我們的公務員服務法 因為它是在一個比較威權的年代設定的 所以裡面有很多制度 其實我也覺得並不是很合理 那好比像說就沒有這個真正意義上 類似老公的那種就是團結啊 就是集體協商啊 等等這些權利 所以我們現在還好是有網路 所以也可以考慮加入 好比像說公務員核心力量聯盟啊等等 它是類似於公會 但是不是公會 的這樣子一些組織 那大家可以在裡面就是 不但互相切磋 那而且也可以更系統性的 讓大家看到說 那公務員在結構上面 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 那好比像他們在剛成立的時候 那個倡議 就是說 國旅卡去跟那個強制 售價 就是去掛鉤 而且明明平均起來 國鋪是有省錢 但是一般人卻以為 那是給公務員的福利 那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去把它揭發 那也透過 公正送我參與品牌的提案 就好像剛那個廢除 學習立成那個提案一樣 也很成功的 揪集到了五千人喔 那在那個之後 就是很多的包含 拆勤的啊 包含光靠的啊 等等很多制度的改革 那也都非常感謝這些 又組織起來的公務人員朋友 所以還是一樣嘛 就是你行你來 那透過組織起來 然後讓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制度 可以怎麼樣改善 可以變得更好 那樣子的環球不是只是 服務大眾 我們也是服務未來 想要做公知工作的朋友 這樣子的回答 那有17位朋友問說 這次的疫情喔 這個台灣被國際抹黑 但是呢我們卻沒有對外 有這樣子一個電台可以說明喔 那請問青年可不可以做更多喔 那當然在場可能已經有朋友 有加入當時台灣 Can't Help 的 Us 就是去紐約時報 當個廣告的那個 就是 Who Can Help 台灣的 那一個集戰 所以首先非常感謝大家 那而且大家也在推選上面 從我們本來這種比較 就是四平八穩的 Taiwan Can't Help 這個 Hashtag 那變化出了非常多的 奇奇怪怪的 Hashtag 像什麼 This attack from Taiwan 或者是後來 Viva Taiwan 或者後來 Muti Alliance 就是奈茶聯盟啊等等 就是忽然之間 就台灣的國際聲量 是感謝大家的關係 所以變得非常的高 那所以我是覺得青年本來 不但在這上面是有 重要的作用 我會說有決定性的作用 因為如果不是 大家在示範 給外交部 不要這麼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外交部之後 很多Taiwan Can't Help 相關的論述 就不會像現在這麼紮實 就是因為在當時 在群眾募資的時候 大家可能還記得 阿滴那個時候 最早的那個版本 是號稱這個 要代表全部的台灣人 然後就有很多 應該是沒有參加募資 或者是有參加募資 但是愛是勝責之切的朋友 在這個網路上馬上發起一個說 這個不代表我的 這樣子的一個運動 因為覺得他的措辭 過於中二 那所以再上如果有 過中二的一些朋友 不是針對你們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當時的論述就是說 就是台灣被抹黑了 我們要身上正義等等 但是這些朋友們 就是在網路上面說 可是其實我如果是一個紐約人 我已經這麼慘了 而且我對台灣跟WQ 我兩把都不算了解 那你們這個反擊啊什麼 跑到我們家的報紙上面來等嗎 那我看了做了感想 那所以後來他們在24小時之內 除了AB200 那讓所有有參加募資的朋友 用這個群眾投票的方式 那也是幾次光影 也是以前也來的方法 最後在24小時之內 就輪断了 變成一個非常承受的一個版本 說我們在2003年 在SARS 1.0的時候 也是跟你們現在一樣參 我們也了解到說 就是那種六神無主啊 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講的話還不一定一樣啊 等等那種狀況啊 Lockdown啊 和平醫院啊等等 那所以呢 我們從那邊學到了一些教訓 所以這一次我們交信做得不錯 那但是呢 我們學到的時候 我們很願意去分享 這個就感覺是一個很成熟的 大人的一個訊息 就比較不是中二的訊息 那所以就在網友的集思光影之下 我們調整了我們的外交的節奏 那這個外交的節奏呢 我們一開始當然是有這些青年 這些YouTuber 但是後來我們也有支援啊 不管是剛才講的這個副總統 當時陳建仁老師 派的那個線上教學的課程 或者是後來在Twitter上面 有朋友告訴我說 他家裡的口罩已經很多了 太想要把實名制的那個配額 能夠捐贈給國際需要的朋友等等 那這些都是從公務門這邊 看到民間發起的這個campaign之後 我們就一個一個去加那個campaign的section 所以現在大家在台灣canhelp.us上 就會看到各種各樣子 包含幾個社會部門 經濟部門 經濟部門當然包含我們的口罩啊 藥物啊 疫苗啊等等這些聯發的朋友 但是大家一起加起來 對外有一個一致的論述 那在這裡面就是做這種curational work 做策展工作的 還是我們年輕朋友 像這些新的更新的hashtag 也是我們的年輕朋友 那就連那個縱裁 那是很可愛的衛福部的拆犬 那他的主人 也是衛福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同時也是衛福部的小編喔 那也是我們非常年輕的一位 非常厲害的一位朋友 那這個朋友也是同時也是當時 他建議智慧官說 那時候就是有一個小男生 打電話報1922說他不想上全院 他只有粉紅色的口罩喔 也是我們這位總裁的主人建議說 智慧官不但帶著大家 所有人都戴粉紅色的口罩 而且還要說 粉紅報是他小的時候 最喜歡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個小男孩不但 一下子就有英雄的口罩的顏色 還有英雄的英雄的口罩的顏色 那這些都是非常棒的社會創新嘛 從那個之後強大幾乎一兩個禮拜 所有我在社群媒體上 看到一些很大的品牌 尤其跟防疫一點關係都沒有 通通都變成粉紅色 所以不管是粉紅色還是彩虹色 我覺得這是都是讓大家更予以戴上頭照 更予以輕洗手 那這個也都變成我們台灣發動的一部分 那看一下還有哪些喔 那阿辰 十二位朋友想要問說 唐科政委您好 我的任期如下 現在每個領域都會跟AI扯上關係喔 那麼做AI領域的怎麼樣才會突出喔 怎麼樣才會跟別人不一樣喔 這非常好的問題 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有學過排列組合的話 你跨領域的程度越多 那就越容易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十七個 你如果只專研一個 那就有十七分之一的人跟你專研的是一樣的 但是呢如果你專研其中兩個 那就大家可以自己算嘛 十七乘以十六 那在這個排列組合裡面就有很多排列組合了 你如果能夠跨領域跨到其中三個 甚至四個甚至五個 那幾乎你再做的這個AI解決方案 就沒有別人做得出來 所以很簡單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你能夠設計出這樣子一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是讓大家覺得有趣好玩 願意來加入 hashtag很棒 像瘋茶這個hashtag非常棒 如果他們當時叫做 銀水機 金尾都 列表機 導航 大概也沒有人用 那因為他們知道瘋茶 所以沒有人願意來用 那來用之後 他就會自己去加文史工作 比方創生 全換經濟 各種各樣的東西開始往上加 那每個往上加就是一個新的社群 所以在從我們黑客松的短短的三個月裡面 他就融合了四五個不同的SDG 各種各樣不同的社群就加在一起 整綻放出他們的創意 那這個時候做出來的 是對於這四五個領域都有幫助 所以它是真正的assisted intelligence 就是有輔助功能的這種智慧 那這種智慧又能夠結合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眾的智慧 那當AI成長Ci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 那別人看到就會覺得 這個大不過你 那加入你就好了 那如果能夠讓你所有的潛在的 這個競爭的團隊看到都有一種好玩 算了大不過加入好了 那這樣的話 你就會有所謂的網絡效應 就是你開始做的這個point type 很容易就變成最主流的一個東西 大概用這樣的方式來回答 那有十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青年要怎麼樣培養快速洞察的能力 以及我自己是怎麼樣快速吸收知識 我吸收知識的方式 可能大家已經有聽過 我就很簡單的講 就是我會在睡前找書來看 那如果我有正務工作要做 好比像說每個部位都給我後後一疊資料 那我就會在睡前把它全部都翻過 那我翻的時候呢 有一個特點 就是我心裡不發出聲音 第一個因為如果發出聲音看的就很慢 然後第二個是說 如果心裡發出聲音的話 我先看的會有一個矛定效應 會變成是說這個部位給我一個立場 我腦裡會開始有他們的聲音 我在看下個部位的資料的時候 我互免就會用前面的這個部位的角度去看 那這個對於一個全盤的了解比較不利 所以就是通常我都是用 現在如果大家有用過傳承機的話 正連頭有傳承機 都是P字全部掃描完 然後你字就可以拿走 然後慢慢在那邊播等等等等這樣 那所以這個就是我的學習方法 就是我在睡前快速的把視覺印象 掃到我的短期記憶 然後我就去睡 那睡眠的時候 本來短期記憶就會自動變化終點 就是做夢嘛 然後寫進長期記憶裡面 所以只要就是我睡到自然醒 我現在一周總有個六天左右吧 一定都是睡到自然醒 所以我只要睡到自然醒 那這個短期記憶到長期記憶的寫入 就會非常的完整 所以我一醒來就會有一些 比較創新的整體的想法 那當然呢 那我並不是真正有照相記憶能力 所以你問我 就是哪一頁的哪一段線 哪些字我已經忘忘了 但是我記得的是 這些關鍵字彼此之間的連結 所以你只要有全文堅鎖的功能 那我就可以隨時用全文堅鎖的方式 回到那一頁去 然後把腦炎那個結構去展開 所以就是耗獨不求聖結 這樣子的方式 大概就是我吸收知識的方法 那這件事情呢 當然就是我覺得最主要的 還是要培養出一個不下判斷的那種能力 如果你翻到第三頁第四頁 那腦裡就開始有判斷 就被那個判斷帶著走了 那大概就比較不容易 就是用一種總觀效應 overview的方式 去看眼前的各種各樣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立場 所以這是具體的建議 就是或許在醒著的時候 大部分要培養的 並不是去死背 或者記住什麼東西的能力 而是為什麼你會心理下判斷 很多是因為覺得那個立場 你實在太陌生 或者是覺得 怎麼可能會有人這樣子想 那但是隨時心裡 有這種判斷冒起來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去培養 然後選美一邊站的能力 就是去享受 好那他現在會寫這個 我覺得難以接受 那一定是他跟我的生命 經驗有些不同吧 那是不是可以安排一段時間 去住個一陣子 或者是至少跟這個社群的朋友 一個比較深入的訪談等等 直到說你也可以 從他的角度 來看這個世界為止 那這樣子的話 只要你再看到這個角度 來的這些字眼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說好像 你算幾頁 你就必須要休息一下 不然血壓會神高 而是任何情況下 你都可以平行近期的 把這些資料看完 所以大部分我心理的時候 其實是在做這種 選美一邊站的這種工作 那知識性的工作 很多都是在睡夢裡面去完成的 那有十位朋友們問說 任何問題是不是都能夠用科技解決 有沒有什麼問題是用科技 反而是會遇到平靜 這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我們用科技解決問題的時候 如果不稍微留心 就是科技造成的效應的話 往往解決一個問題 然後就創造出更大的問題 那整個工業革命 常常就是被 現在的歷史學家形容是這樣 就是他們要解決的問題 當然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 提升我們的這個生活水準 不需要用那麼多的人力 或者是動物力量 來去推動 而是能夠用機器的力量 正氣引擎 內燃機等等這些力量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常常就是在發展的時候 會忘記說 其實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 如果你用了一些不永續的能源來源 而且是依賴於它的話 那這個未來就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那或者是說我們的大氣層 我們的海洋 它對於這些外部化這些物質的存在 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如果就是用的 超過了這個存在力 並且排放也超出了這個存在力的話 那可能就會造成 就是氣候的變遷 紋石效應 或者是秋陽層的過動 等等這些情況都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不是說 你要解決的那個問題 值不值得解決 你只要動手解決 大概都值得解決 而是說你要去跟做其他領域的朋友 如果你正在做一個經濟發展 你應該去跟做環境保護的 或者是去做社會公平正義的 那當然反過來也一樣 去組成這種跨領域的隊伍 那這樣子的話才能夠更好的去評估說 你在做每件事情的時候 它的外部性是什麼 那現在其實我們已經到了 就是所謂公司治理3.0 任何一定資本額以上 上市上位的公司 幾乎它公司的每一個行動 它都必須要去計算 去量化 去告訴大家說 那我有給出膠帶 我用了多少的能源 我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分配我的公司的整個 就是原物料啊 包含成的能源跟資源流啊等等 那我是多有趣 還是我有多浪費 我的這個地球的有限的資源等等 所以整個循環經濟就是建立在能夠給彼此交代 accountability上面 那只要能夠給彼此交代 那我們當然就可以做到alignment 就是確保說 你的價值不會犧牲到我的價值 反過來也是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才真的是 所謂的永續發展 所以如果沒有永續當作一個 共同的價值的話 那每一個科技的發展 都很有可能會在別的部分 造成更大的問題 那又要用別的科技來解決 那這樣子就沒完沒了 所以這個overview insight就是終關效應 給大家一個交代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有35位朋友們問說 那請問台灣的5G 大概還要多少時間才會承受 我覺得大概第一個就是 5G的這個技術 它分成好幾個不同的應用的場景 我們現在大家在用的是 用現有的4G的激勵台 它就是在radio這一部分 就是你跟GDT的 裝置跟GDT的通訊 用到了5G 所以它的頻繁的提升是有限的 它我自己在用 最主要的好處還是那個低眼 是就是透過VR或者是視訊的時候 就是我點頭 你會知道我是在點這句話的頭 我不是上一個字的頭 那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它的應用已經差不多 我覺得我們看到就是這樣子的應用 那但是5G還有另外一部分 millimeter wave 的部分 或者是所謂企業專網的部分 那個速度是可以更快 然後它的延遲也是相當小 而且還可以一次連到非常多的不同的IoT 所以不是只有把人跟人去聯網 或者手機跟手機聯網 也可以把一個就是整個廠房 它如果完全沒有 遷任了一條光線來的話 那它可以一下子就做到裡面的每個機器 每個零件都有可能去回報它目前的狀況 並且接受制雷毛 所以就會變成整個工廠智慧 環球環到整個工廠都同時介紹的廣線一樣 那像這樣子一種垂直的實證場 我們才剛剛開始 所以至少也應該要兩三年左右 才能夠看到說 哪些是適合5G的特性的 哪些比較不適合5G的特性 那哪些是5G基礎本身就可以解決的 哪些還需要搭配上額外的別的技術 同樣也很重要的俗稱0G 就是IoT、NBIoT、Laura等等的這些技術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的好處 在台灣的好處 就是每個地方 當它社會有需要的時候 像無人機送藥 或者是解決離島的交通用無人船的方式 或者是整個大眾運輸用無人公車等等的這些應用場景 那我們都是讓食物走在前面 先讓整個社會部門看到說 這真的是有一些社會效果 不是只是景象天花 而是在特別是偏向離島 或者一些人住民族的地方 它是由學中送台的效果 那這些我們這些時政會先發生 那就是在接下來三、四年裡面 這一批特別是關於學習 跟關於健康的 因為這兩個在台灣屬於社會主義制度 那所以國家是可以花很多的力氣去確保 大家的健康權跟學習權的平等 那在這個上面資本主義制度 就是別的事情 就可以在這邊證明起來 真的是有效 而且有時候影響力 在這些模式上面 再去做進一步的產業、工業、商業等等的 這方面服務業的這些發展 大概這樣子會答 那我們看一下slider 還有哪些問題 有15位朋友想要問一個北大學生的真心提問 他這個問題是這樣 他說辛苦考上台大 眼前不是夢想的一帆風順 反而充滿了挫敗、無力失望和無疑感 那如果教育辛苦培養小孩到20歲 但是20歲的小孩卻失去了對人生的熱情 曾經對於未來抱有理想 但是身處在這樣的教育體制裡面 每天日复一日的課程 那沒有什麼思考的空間 想要向外尋求資源 但是習慣被餵養知識的我們 一開始總是覺得向外尋求資源有一點困難 那麼對於這些還在跟人生掙扎的大學生 有沒有什麼實務的建議 這個真的是非常真心的一個問題 而且也非常欠留我們最近的這個事實 我自己是當然覺得說 就這麼早登出的話 那就比較難完成永續的目的 就是讓世界在你登出的時候 比你登入的時候要好來 所以我並不是覺得說提早登出 是一件很永續的一件事情 這是要講在前面 但是我也很理解說 如果從小被習慣說 那要求答案就是什麼 學習的方式都是現行的等等 那一到了大學發現什麼都有可能性 但是又發現說 但是什麼都要花很多力氣 那這個時候確實就好像說 有一些就是 就是關在籠子裡面的動物 這個籠子打開了 但是還是不會飛 然後這是要亂開 無助感 這個是真的 那不過好在就是 神經會員告訴我們說 即使是我們的長輩即使是90歲 甚至100歲的朋友 那因為我外公活到100多歲 所以我第一手的經驗就是 即使是90歲 100歲的朋友 他們也都還是繼續保有 學習的能力 這叫neuroplasticity 就是神經的可塑性 只是他學的方式 你不需要用他 好像他小時候的那種 學習的場景 讓他感到安心 讓他感到舒適 讓他覺得說 不是被逼著學習 沒有人喜歡被逼著學習 那只有這樣子的方法 在那邊都去教育好 我們的長輩 或者長輩的長輩 去確保說 我們不要輸在終點線上 給救救我們的上一代 那這個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所謂的 經營共創 基本上就是 年輕人提供這個下量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 我們的長輩 來提供這個能量 來提供資源 來提供人脈等等 那其實我們的長輩 至少我自己在行政院工作的這個經驗 其實也是非常open mind 就是很願意接受自己的想法 但你在跟他討論的時候 就是要採取一種說 那我們一起來學 一起來創造 那這個在新的事情上面 是最容易的 像精靈寡可夢 我們常常會看到說 這個祖父祖母 帶著這個孫子孫女一起玩 但是你不太看得出來 到底是哪一邊 在帶哪一邊 因為一邊能夠 就是分享的是他的回憶 這邊之所以能夠抓到這個 是因為這邊以前是一個水菌 還是什麼之類 有很多地方的這種智慧可以分享 那年輕的朋友可以分享 二次元的那些回憶 就是這個怪獸 這個口袋怪獸 它本來是什麼 在哪個版本變成什麼 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就是說 雙方都有對方 沒有辦法取代的第一手經驗 但是這件事情 就是出門抓口袋怪獸 對雙方都是新的 那這種遊戲化的情境 就可以把所謂的成就交流 或者是你一定要說服對方 或者壓迫對方的這種 權力的這種焦慮 都可以先放到一邊 那大家就是很自在的 就是用好像就是一起玩 就這樣一種方式 那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覺得說 就是想向外尋求的資源 但是覺得說 習慣被餵養知識 所以自己找到知識的 來源有點困難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建議 可以多花一些時間 去一個你沒有去過的 一個新的文化 像我當時就是決定 從國中二年級中處 那但是在我去創業之前 我有一段時間就是去武來 然後去太亞族的地方 那他們看世界的方法 就跟我小時候學到的 看世界方法相當的不一樣 那但是就是因為這樣子 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 所以我也不會再被關在 我本來的那種價值體系裡面 我可以用一種新的角度 跨文化的角度 去看我本來的價值體系 那當然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難道是說 看我就是要我們修學嗎 其實我就很大方的說是 就是如果你還沒有辦法領學的時候 就是現在真的很錯誠 日復一日不太知道去哪裡的話 那確實修學會給你比較多的時間 而且你也可以有就是比較沉淀下來 然後轉換一個心情轉換一個環境 你就會發現說 就算你大學只學了二兩年 或是學了三年 但是對於很多就是 就是從別的文化角度來看 好比方說如果有參加過數位學班 應該知道我要說什麼 就是會有很多小朋友 還是會覺得說 你是他的一個導覽 是你覺得理所當然 甚至還覺得說 你的同學都比你厲害的那些部分 但事實上你已經有很多可以回饋 也有很多可以帶領 就是不同的文化的朋友 去達到這種跨文化的理解 其實很多所謂偏向的小朋友 他們需要的並不是說更多的硬體 或更多的頻寬或什麼 他們需要的是一種 比較跟他能夠平氣平坐 你跟他分享關於你的文化 但你也願意學習 從他角度看起來他的地方 他的文化等等這些部分 那就是像剛剛講到 祖父祖母跟著小孩一起 抓好個夢那種感覺 所以也可以考慮就是加入一些 Teach for Taiwan 之類的這些program 那一下子轉換了心情 轉換了環境之後 大概就會變得比較開闊 而且不會覺得說 知識一定是很線性的一個東西 那如果就是家長有不同的意見的話 因為我們今天要錄影 可以把這一段這個錄影放給家長看 說他不要去休學 OK 那我們看一下還有哪些slidal的問題 有15位朋友們問說 那108課長已經正式上落 現在高二以及高一的學弟妹 因為我們高中已經有城市語言的學習 可以算四位 那但是因為目前在 特別是高中階段 還是以主科考試為主 這種新的科技領域的課程 學習成果就是不佳 那請問他們會不會推動高中跟大學生 就是仿效東歐跟北歐的國家 知道也不是全部的國家 大家聽過可能是愛沙尼 扎實的這個訓練 資訊城市語言的基礎 不過我的建議其實不是去學城市語言 而且我是城市語言設計師 所以應該有資格這樣子講 就是我們設計出這些語言 它的目的並不是要你把它當作 好像一門外語課來上 而是說 當你在用我們前一代的城市語言 或者再前一代的城市語言 發現不好用的時候 那你有一些新的選擇可以去使用 我這樣子講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對絕大部分人來講 最好學的一種城市語言 就是Excel裡面的試算表 或者如果你不想要用微軟的話 那Liberal Office Calculator 也是有完全一樣的東西 Google試算表也使用同一套語言 那我跟那個語言的作者 就是Dan Brickick 那個試算表的發明人 曾經當過好幾年的同事 把他的這個想法率先使 做到就是往往上面來 讓很多人可以共同點擊試算表 那我覺得試算表的語言 而且它還沒有一個名字 那就是俗稱試算表的語言 就是鄧宇浩開頭的那種語言 那那種語言它是一種純粹 那種語言 意思就是說它是描述世界的現況 給電腦知道 由電腦自己來求解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你就不會卡在特定的語言的語法上 一個指令它才一個動作 一個指令才一個動作 而且你可以專注在 怎麼樣把世界描繪成 電腦能夠理解的形狀 就是modeling 就是模型化的一個工作 那這樣子的工作 其實才是computational thinking 就是運算思維最基本的 而且不管你的本科是什麼 不管你的這邊在講的就是 考的這個主科考試是什麼 我想稍微學會一點點試算表 怎麼用一定對你有幫助 就算你只是要就是發文卷 只是不夠諷什麼 你修改了還是到你試算表裡面 所以就是就算很基本的枢紐分析 什麼東西 每一個都是可以就是讓你接散 很多力氣然後多一點點時間 去做別的主科的學習 輔助別的主科的學習 那等到你掌握了這樣子的語言 這樣子的思維之後 其實你學什麼 別的誠實設計都是非常容易的 都是示範而功倍 那這就好像說我們學數學 這樣子一個語言 那數學其實它也是一個二維的語言 這個語言也是跟我們的母語 是不一樣的 沒有人這個就是一出神 就講數學這個語言 因為數學這個語言 不是一個口語化的文字語言 它一開始就是文字語言 但是你掌握了數學這個語言之後 你跟各種各樣不同文化 或者不同國籍不同語言的朋友交流的時候 數學語言就是大家共用的一個語言 你唸出來在每個人的母語裡面 可能唸的方法不同 但你方程式只要一寫出來 都可以非常自由地跟全世界的科學社群 一起去協作 那所以就好像數學之於我們的這些 研究性的學科一樣 我想像就是Excel formula 這種東西至於我們的比較應用性的 創新的這些學科 我覺得也是在相同的地位 那掌握出這樣子的一種Universal Language 我覺得比起學習任何特定的程式語言 要來得重要 而且培養了這個之後 那你學習得很容易 你如果一下子就跳到專業的程式語言 但是又沒有一個相應的場景 或一個相應的社群的話 這樣子學習起來其實是比較慢 而且也就是會比較 就是是貝爾公伴的 好 那我們有要再take現場問題嗎 還是就slide到底 好 我們可以來讓正委休息一下 喝個水 現場剛才有要提問的同學 我們現在有機會可以來提問囉 好 先等我一下喔 因為剛剛已經有兩位的 我們贈品還沒有給你 麻煩舉一個手好嗎 剛剛這邊記得第一位跟第二位 我們贈品先送給他們 這贈品呢 是我們海洋大學校友提供的 他們自己所製作的小烏雙大盒 跟手機跟平板支架 非常實用 好我們這邊還有一位 來麻煩先給他 那接下來第三位的劉恩同學 好我們數三二一好不好 動作這麼快 好等一下喔 我先看一下喔 好三二一 好這邊一二三四五 好來我們這邊先請 防創委員您好 我是台灣海洋大學雙城學區的學生 然後我想問一下就是現在COVID-19 他除了重創觀光旅遊業之外 然後其他各行的各業也深受影響嘛 然後現在政府他的政策是補助一些勞工跟一些產業 然後還有給私契貸款 然後我就在想說 那像政府他透過舉債 跟追加預算這種方式來補助的話 那這樣子不是會造成政府財政赤色嗎 那我在想 那政府會不會透過其他方式徵稅 因為現在是高齡化社會 會不會讓我們增加我們年輕人的負擔 所以你們政府除了透過補助跟貸款之外 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了 謝謝 我們防疫當然防疫紓困振興 我們比其他國家都快到達振興的階段 所以紓困階段 成如你說的 確實是有拒載等等的情況 但是我們待在這裡面的時間 比其他國家都短 這是為什麼我們 就是今年包含青年失業率啊 GDP啊等等都沒有往下走 我們是往征的 就是失業率也減低了 而且GDP竟然還是有成長 那但是我們的振興階段也是拒載 所以確實你問得非常好 就是說我們如果用舉債的方式來振興的話 那不是等於像是未來借錢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嗎 所以我們才用了一個 就是公民心老師設計出來的三倍券 這樣子的一個成熟效應 就是說你出一千塊嘛 那我們國庫出兩千塊 但是711跟全家 他們都各自願意出一千塊 因為他們的那個優惠是四倍 那但是也有很多夜市商圈等等 他們出到五倍啊 甚至喊到十倍啊都有 那也就是說我們會希望經濟部門 來擔任主要的真心的角色 因為其實講到底 這個是希望改變大家的習慣 疫情期間 我自己絕大部分吃飯都是無接觸去餐 連這個送回員的臉都沒有看到 是完全就是非常安全 但是也完全沒有人欣慰的 那但是呢我因為要做三倍券相關的這些活動 我必須要去看就是出門消費的各種可能性 那我就硬生生把我的那個習慣 又改變回疫情前的情況 就是願意出門 願意去就是小吃店啊 餐廳甚至夜市啊 然後跟老闆說辛苦啊等等 那我們重新建立起這樣子一種 面對面消費的習慣之後 其實接下來也不太需要再去摘 因為這種新的習慣一建立之後 這個經濟的引擎本身就會去 讓大家把本來要就是壓移住的那種出國灣啊 等等的這些部分 投入我們的市場裡面 所以這一次的三倍券 我想這個效益會蠻好的原因 也是因為主要還是靠經濟部門 那也很感謝大家願意先掏出一千塊來 以上 好再來 剛剛最後兩位同學先舉個手 謝謝 我們替一下麥克風 那個唐正偉好 想請問我們這次運用科技預防很多疫情可能產生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這次台大學生新生的新聞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能不能用科技解決現在辛苦資源在校園嚴重不足的問題呢 或者說預防身體疾病的同時 我們有可能用科技預防或幫助心理疾病嗎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確實有一些app 它的目的就是要療癒的 比如說 一個叫做self care hashtag self care 這個app 它就是你醒來就可以玩的一個遊戲 它的目的就是要讓你能夠更回到自己 然後更關注自己的情緒狀態等等 所以當然是存在這種我們叫做self care 或self care 這些相關的這些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第一步而已 這類似就是戴口罩清洗手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這個 這個我們大概很難在上面去架構 但是另外也同樣重要的就是我們專業 就是不管是諮商心理師 或者是臨床心理師的這個專業的建立 就好像在這一次裡面 口罩清洗手為什麼這麼深入人心 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你開始發口罩的那個人 就是專業的鑰匙 那尤其是因為他是健保科学鑰区 所以大概已經有開連續出房間的很多的經驗 所以事實上是長輩們真的信任的人 就是他有社區的信任 那在他們的這個義務協助之下 那才吧就是口罩不是隨便擺就好 你戴然後露出鼻子戴了不洗手 有點用沒有等等的這些就是正確的使用方式了 能夠去傳遞到大家 所以就是說對於心理師 諮商心理師等等的這些專業的注重 那再包含說包含我們逐漸開放 線上心理諮詢 也就是說如果就是真的很不想出門 但是還是覺得說 那我想要找人談一談等等 那這部分其實本來就有類似像 大電話張老師專線等等 但是慢慢的把它再帶到說 包含視訊甚至包含BR等等這些情景 去確保說這些專業的心理人員 能夠透過網路跟透過馬路都一樣能夠接觸到 那這些都是我們在像sandbox.rg.pt 就是一般性殺和法規挑釋 我花了相當多力氣去盡可能讓大家 理解到紫商心理師的專業 更容易的去取用到這些專業 那我覺得這部分也是很需要鼓勵大家 尤其是自己有過就是心情不舒服的時候的話 那更有這種主觀的經驗能夠去跟其他人談 所以如果想要去更加了解關於心理 或甚至未來成為心理師的話 我覺得這也是未來非常適合大家 更不一定是就全是當心理師 是說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就好像說修了教育學生有教育的這個能力 那未來不管你是從事什麼行業 我覺得都是非常有幫助以上 好這邊這一區剛喊一位同學 你要把機會讓出來嗎 好沒問題我們來服務一下這一區的 好剛剛這邊有一位同學 哇現在快變四個 來剛剛舉手這位 現穿淺色正式衫的 然後我們把工作人員遞一下 來謝謝 來把一個手舉高讓我們工作人員看到 麥克風地點名謝謝 好沒關係 先問待會在後面這一位 我是剛剛問那個大四學生問題的那個學生 然後我想問 因為我寫過很多程式 我寫過Python 也有寫過C-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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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什麼能學的程式我都有學 可是畢竟 業界跟學術間的程式語言還是有差距 我只是可以寫出讓程式可以跑得動的程式 然後無法寫出可以真的用在業界的程式 請問您對程式語言可以應用在業界有什麼解決方法 以及如果我真的要去面試T大師的話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問你們出 謝謝 好OK 那個T大師不是我在面試 核先續名 那但是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報考很多類的T大師 所以 就是像 你已經寫過程式的話 做AI相關的研發 這當然是一類 那接下來就看你的興趣是對行銷 對服務業還是對於製造業有興趣 那個也歡迎多報幾個類別 你報名的類別就越容易被錄取 這個是當然的事情 純粹機率上的 那前面的部分 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已經入格前了 正式期間的事 我跟很多就是在業界我們做自由軟體的朋友 那我們做自由軟體其實很多都是很自由的去解決自己問題就好 所以很多小城市 那但是偶爾也會有自由軟體 它變成一個很有規模的大的城市 像剛剛提到我跟Embrick Lane一起做的ease account 就是試算表 就是多人公用試算表 它就算是一個中等程度的架構 大家都在用的瀏覽器像Firefox 那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架構 那或者我們做自動化測試的Celenium等等 也就是說大家有些或者FFMPEG 很多人拿來放影片或專影片等等 所以這些架構的架構石 我們每個人都是架構石嗎 我們那時候就結合起來 然後一起寫了三份角色書 那它網址應該叫AOSA Book AOSA Book.org 那這個系列 好像最後四本 我有參加過其中的三本 那所以就是一開始叫Architecture of Open Source Applications 就是開放緣碼的應用程式 它的架構到底是如何 那這個除了兩卷 那另外還有就是在講Performance 就是在講性能的調效 那這個對於產業界是特別重要 那去出界可能對性能就沒有那麼在意 啊 除非是你專門研究就是AOSA這家話 那還有另外一本叫做Fatundra Line or less 就是用500行的程式 大概的用草圖的方法 把一個系統架構出來 所以像這些其實都很歡迎去加入 你如果看到某個架構你喜歡的話 因為這些都是開放緣碼的架構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參加它的開發 就算這是開發某一個 特別要自動文字轉換的一個套件啊 或怎麼樣 你不需要自己去承擔全部的架構師的這個工作 你可以在裡面就是一個生態圈 然後解決自己的一個小問題 但是因為像Browser Plugin啊 或 Progressive Web Lab啊 這些都是跨瀏覽器通用的嘛 那你就可以一次去加入很多不同跨瀏覽器的開發社群 然後我剛才講到的其他的也都是如此 所以大概就是要加入Open Source社群 我覺得做一個生設計師 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好像我們要學書法的時候 總之要來抹一些字體啊 就是去找這種就是各家書體來看 但是不是說你時間就要在全部這些上面 而是看到有哪一個就是 哪一個學派跟你想事情的方法比較像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在那一個特定的系統的專案上面 希望有一點幫助 謝謝你 好 我們還有五分鐘的時間 剛剛這邊還有兩位同學 來 麻煩先請前面這位同學先提問 好 我是北科大電子工程系數二的學生 那我們從去年就是香港的就是他們政策的轉變到現在這個疫情 我們發現說就是其實國際你對國際的影響力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詢問一下就是像我們這些年紀可能比較輕的就是這些年輕人 我們應該除了擁有意識力 我們應該除了擁有一些英文意識力以及我們的專業意識力以外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增加 那培養什麼樣的軟實力可以去增加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影響力 謝謝 我覺得當然就是香港的狀況 當然大家看到的是有一點慘的那一部分 但是我也看到了軟實力的那一個部分 那特別是在像連登這樣子的一個平台上面 那像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那個願榮光輝香港這首歌的整個創作過程 那其實就是一個軟實力的展現群眾智慧的展現 而且一瞬間變出不知道多少的版本來 那我會覺得說就是不管你是對做音樂對做詞對做NVT對做標語對做hashtag 對做任何這些軟實力的任何部分有興趣 那都是很值得去了解說不管是圓榮光輝香港 或者我這邊我們剛剛舉的例子 他們Can't help but us 就是他們的這些計劃的發起人 當初不管是在連登或我們這邊是在澤澤 或者在PTT或在其他這些地方 他們一開始的那個訊息是怎麼設定 才能夠變成到真的一傳十十傳百 就是R之等於十二 就是值得散播的理念那又散播出去 那我自己的做法其實就像剛剛講的 我是睡前看紙張然後醒來 然後你就會自動冒出一些押韻的東西 什麼humor over rumor 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較容易讓人有記憶點的東西 什麼fast fair fun等等 那這些是比較好像做詩做詞的這種能力 其實你要問我怎麼培養 我也不知道怎麼培養 可能就是多睡 但是我想就是如果是平面設計 視覺設計 或者互動設計等等 這個倒是可以練的 那也跟剛剛那位同學的就是問題的回答 我是一樣就是去找一些讓你真的覺得很觸動的作品 想辦法找到當時的製作團隊 或至少發錢那個團隊 然後沿著他們當時的思路走一次 好像靈默一次他們的那個抒發的法題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慢慢就會開始有自己這個創作的能力 而且也就不會像之前就是好像覺得說只有有標準答案 或者是只有這種有硬實力的才有掌握的能力 是完全看著完全一片空白 什麼都沒有的一個畫過 也是心裡會有各種各樣的靈感 那到這個程度的話大概就不太需要我來教你了 但可能就要你來教我 謝謝 好 最後一點時間我們剛剛這邊還有一位同學 最後一個問題 有請問 方文委員好 我想詢問的是5G IOT 5G IOT 物聯網和智慧城市 在疫情發展下可以在哪些產業發展 需要哪些學術性與跨領域的整合 謝謝 5G IOT 我們現在在台灣 我介紹我剛剛講的 特別是在健康上面 那以及學習上面 還有當然最基本的就是保障通訊權 就是在基本的通訊的人權 就是化學做的人權上面 去架構學習的跟健康的這兩個應用場景 是目前看起來就是在短期之內 國家就會投入非常多的資源 而且也可以確保說你所做的事情 不管它找不找到商業的價值 至少它有社會意義有社會價值的事情 所以如果現在是要找場景的話 我還是會推薦就是健康 精準健康 包含其實像剛剛講的那個風叉 你也可以把它從精準健康的角度去看 因為現在天氣就是 現在並沒有非常熱 但是之前非常熱 而且接近40度的時候 那大家平常是沒有補充水分的習慣 所以怎麼樣去改變人的習慣 讓大家更容易願意補充水分 或甚至是就是用我們的之前 其實有很多用健保資料部做研究的老師 那他們有知道說在某些特定的風向 特定的過散條件 或特定的太陽光的角度等等的情況下 那就是這群人就會立刻重說 而且自己還不會知道 那你要怎麼樣透過像風叉這樣的app去 趕快推送給這些朋友 那如果是在工地施工的朋友 怎麼樣透過在工地的一些IoT的 一些裝置機器去提醒他們等等 那這些所謂的熱傷害防治 就是一個角度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一開始甚至是可以從飲水基地圖 地方創生 這個風叉文化等等 那一路就連過來了 還是跑到RG IoT去 所以可見就是說 特別是學習跟健康這兩個場景 他是有把所有的場景 抱在一起的這個能力以上 再次掌聲謝謝唐鳳、唐振偉 而且提問了好多 大家也都問了好多 你也答了好多 現在我要自陪一下 我要邀請振偉跟我一起自拍 還有在場所有同學們 來,振偉我們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倒數十秒鐘 好 請大家呢 我們先拍中間的這一區 好 我們再換這一區 同學後面有點互動 我們可以來一下 比個Yeah 麻煩 麻煩不要抽到旁邊同學一碰 謝謝 好 我們還有哪一區沒有照顧到 都有拍到 感覺大家好像不夠過癮 再來兩張 來 換這個角度 大家都有看到自己嗎 都有 請比個Yeah好不好 好 好 我們再換這個角度 好 這場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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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我們今天邀請王光祥理事長上台我們頒發任禮 今天呢唐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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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裡面呢有我們防疫新年色中衛提供的產色孔燒 而且聽說現在外面一兆難求很難買 還有我們遠東生氣提供的居家防護衣 還有我們的漢元 謝謝鄭偉今天的一名提供給大家這麼多的參考建議 也回答了再過所有社會青年們的各個提問 也希望能夠回答到大家很重要的這些問題喔 好主辦呢 三位今天十分的用心不只邀請到了唐貢唐正偉 我們還邀請到了四個學校傑出的校友 而且都是在科技跟防疫方面有所貢獻的傑出校友 要接力反假 第一位我們邀請到的是海洋大學傑出校友 台灣蠻土生機業者自行研發的檢測試劑 獲得了歐盟認證進入印度的歐盟防疫市場當中 讓我們掌聲歡迎 三兆聲音古本有限公司負責人是執行長李正彥 掌聲歡迎李執行長 看執行長的習慣是要站在講台還是在中間 跟大家有所互動都可以 好 現在執行長 那我就開始囉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代表海洋大學的端講者李正彥 大家好 好 老實說 現在那個唐正尾後面演講的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他 他是 他發展出來的口罩 例如我想是這一代的台灣人 心中的共同回憶 而且我想呢 他也是 大約是一半的日本人都知道我們台灣有一個很厲害的IT大成 然後呢我希望呢我今天接下來的十分鐘的端講 我可以用我過去的經驗 我可以用我過去的經驗 希望可以帶給各位青年朋友們一些 一些必備一些想法 那如果台灣有越來越多的像唐鳳這樣的人 那我們台灣就會變得更好 那希望就是說我接下來十分鐘的端講可以讓大家有些收穫 那我的題目叫做從一瓶四季到防疫外交 今天我的端講其實很簡單 那就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跟我的防疫工作 第二個 才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重點 這個重點呢 在這邊呢我會提供兩個工具給大家 這兩個工具呢可以幫助你找到你的目標 那這個才是我的重點 因為我做什麼不重要 因為那已經過去的事情 你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才是你們重要的 才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因為像我剛剛講的 台灣需要有更 像你們年輕人 因為今天我們是青年論壇 大家好 好 老闆我來 今天是香港文化學 請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在這個疫情的時間 其實台灣消毒性比較重 所以今天學者 其實這個消毒者 會想要在公演過嗎 會想要在公演過嗎 當然我們在剛剛的很多問題裡面 看到就是說 雖然是目前在大學裡面 但是已經有很多 特別是大四的學生 已經非常想要 就是跟食物界有所接觸 那在我的回答裡面 有特別提到我們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裡面的USR啊 或者U-START啊 的這些計畫 那最新的還有一個叫T大使的計畫 就是讓我扮成貓咪的那一個計畫啊 那在那個計畫裡面 就是不但可以有國際相關的這些證照 那也有長達半年的時間 能夠去跟各地的做社會創新的組織 或者是即將想要轉型的這些 不管是產業服務業行銷等等的朋友呢 一起有半年的時間 不是說好像你只是去實施 而也是在夜市的帶領之下 然後去達到這種跨域的數位轉型的一種 整合性的行動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 當然我們在疫情比較嚴峻的時候 已經有測試過包含我們台灣學術網路 或者是研究相關的 包含我們國網中心等等的這些頻繁 那我們當時在測試的時候 確實也做了一些模擬 那了解到說變成全線上的話 會還需要一些調整 那所以其實就是也要感謝說疫情有一陣子 也沒有那麼嚴峻了 所以在最近的大概200天左右 其實以我所知 這些就是網際網路的負責的單位 也正在花時間以及花蠻多資源的 去把他們現有的這些網路能力互相銜接 那比較不會變成說好像特定的 比較都會區的朋友們連線比較快 那不是都會區的朋友們反而連線 就變得比較慢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到了現在我覺得我們已經 一定程度上應該是做好準備了 而且即使像您說就是接下來疫情變得嚴峻 我想大概不會變成說就是全台灣 同時都變成必須在家上課的情況 我們的先期預警以及大家戴口罩清洗手 已經讓兒子變得比較低了 所以即使是有個別的學校需要遠去教學 那應該也不會一下子用到全部的平衡 謝謝 謝謝 還有哪一家要問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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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怎麼位置 看怎麼位置